我覺得 拉進都回來了 但是這段習近他在海外 尤其是在美國所講的話 一舉一動 所有的言行 大家多手批判 尤其藍營這邊 我覺得這是不正確的 我覺得他在海外講的話 每一句都對 每一句都是真的 每一句都是符合美國的利益 都是美國給台灣架了一個平台 或架了一個 MAXING的拳擊台 那搞十幾個小口讓你練一練舞 謝謝你的憤怒 然後表演給國內的人民看 什麼可以 什麼不可以 你要過境可以 但是紐約可以 這個華盛頓利息就不可以 就是種種賴清德在國外 不敢造次 每一個動作 每一句話都沒有違背 Good OK 但是我覺得要注意的是 現在距離投票還有五個月 你從回來以後到投票那一天 這五個月裡頭 你講的話 如果跟這段期間 在美國講的話不一樣 那才是問題 因為他回來就是有這個民進黨 台獨的包覆 神主派的包覆 他要呼嚨台灣人民 他要對台獨黨綱有交代 他要給這些比較偏獨的綠營人士 要有所說法 這些才是問題 為什麼你在美國講的 在這裡 哪一個是真的 如果他在外面講話有所錯 那不是他的錯 那是美國人的錯 美國人主張 美國人給我們的定義 給我們的框架 是錯的 我們要找對頭 因為他出國以後 在美國一路上是很乖 乖得要命 對不對 我甚至講 這個國民黨的候選人 恐怕也會一樣的乖 臺灣大概除了你以外 但是你太遺憾了 你沒選 臺灣所有可能的總統候選人 去到美國 每一個都很乖 不乖不行 大家都很乖 所以現在問題是說 那國民黨的主張 跟民進黨的主張 到底有什麼不同 對不對 都不要統一啊 都說我已經獨立了 我已經獨立了 但是老共就說 你沒有獨立 你就真的沒有獨立 所以你這些舉動 都是不對的 所以我不高興 民進黨是說 我們已經獨立了 名字一樣不改 所以這些就是 你不能讓我做的 我不做怎麼行 我不做對人民 沒有辦法交代 我覺得差別在這一點 那我認為 我剛才去跟他警告 所以我等一下要問他 我現在就問了啦 到底民進黨的主張 跟國民黨有什麼不一樣 都一樣啊 我覺得唯一的差別是什麼 國民黨根據憲法 把台灣跟中國有一個連結 民進黨是這個連結 也不要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